好另外一個現場呢是來到了這個墜機的失事現場 現在呢整個搜救都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現場的最近情況呢連線給李宗憲來告訴我們 宗憲 社主播各位觀眾目前記者持續住所在澎湖馬宮的失事現場 那現在越接近中午天氣真的是越來越熱 但這些搜救人員還是持續在這個失事的現場 找尋遺體還有乘客遺落的這個物品 而事實上我們在稍早也有問到了附近的居民 他們向我們描述昨天晚上所發生的狀況 他們是告訴我們說是先聽到了碰了一聲很大聲 連房屋也都在都有搖晃的感覺 然後趕緊到外面查看了 發現飛機就停在這家門口旁邊 那他們當時是看到一個有一個小孩 是坐在飛機的機頭附近 然後趕快叫他跳下來 過了不到幾秒鐘飛機就爆炸了 事實上其實居民在跟我們描述這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都還是餘地有存 其實還是非常情緒 非常的激動 而事實上根據我們瞭解 目前附近航空的人員是還沒有來跟這附近的居民 來有所接觸 所以目前居民的房屋 這些毀壞的狀況 都還不知道是要有誰來賠償 目前附近航空的人員都還沒有來跟他們做進步的接觸 而事實上根據記者瞭解 接下來在一點半的時候 可能會有招魂的這個動作 所以到時候 我們讓我最新狀況 換UDN TV我們會持續為您掌握 目前記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還給零難局播 好 非常謝謝宗憲 宗憲告訴我們說 今天這個現在整個的搜救人員 都還在進行這個 包括零難者的遺物 以及現場的這個搶救的部分 還在持續的進行 不過天氣已經越來越熱了 而稍後在一點半的時候 現場也會進行這個招魂儀式